來 我們神秘色彩占卜一下 我們來占我在哪一方面 能夠出奇致勝 對 來看看呢 8月29到9月4號 哪方面出奇致勝 我們題目就是 因為你要參加化妝舞會 想出奇致勝 所以我們有訂做了帽子 還有羽毛 那是帽子啦 那我們來看看你會選擇哪一個呢 去參加化妝舞會才能出奇致勝 第一個呢 你會選擇這種顏色的帽子 然後上面羽毛是這樣的 或是你覺得呢 來個黃色帽子 羽毛是透明的 或是來個白色的杯子 白色的帽子 類似的 你會選擇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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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蓋台了嗎 你被蓋台了 你會選擇我不行 我被地下電台蓋台 透明白色的帽子加上綠色的 或是你喜歡來個綠色的 然後搭配一個有沒有紫紅色的羽毛 還是喜歡透明白色的帽子 加上紅色的羽毛 然後看衣服怎麼搭 直覺啦 你太脫梭了 好 只好先選 我想要戴藍色的帽子 第一頂 好的 良歡 我也是選第一頂 好的 小虎科技也太快了吧 我要選第五頂 第五頂 好 黃老師 我也是第五 好 我想要第一頂 第一頂 好 是喔 我要第四頂 第四頂 藍色的 第四頂 藍色的 你看紅色的羽毛 那個很亮的 好 好 首先呢 看到第一個呢 現場最多人選 我們兩位來賓老師呢 藍綠色搭紫色的初期自身吧 哇 對 你發現來講很好 這個是在投資的偏財方面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投資 或是有任何偏財的收入 或第二專長 兼差等等 這個禮拜都初期自身 那所謂初期自身就是 之前你說好 大家說不好 不看好的那個 就會初期自身 有意外翻盤的感覺 那個開台了還很久 那我們來看呢 拜託蔡小虎現在是農曆七月 你別人沒看到你的音 一直聽到聲 他會覺得很恐怖你知道嗎 對啦 那來看第二個呢 有京城姐跟觀眾朋友選 表色系的 這是藝白的 好可憐 好可憐 這是什麼 這是風作表現 謝謝 而且通常這個配色是 無心插流流成衣 都沒有人選 輕輕鬆說一表現到就覺得 這個表現好厲害 所以觀眾朋友選到這個呢 這個禮拜還要更加加強表現 老闆一定看得到 那最高分的兩個被選走了 那接下來來看呢 白色的呢 跟觀眾朋友一起選的是60 我算是20分 這個也不錯 這個是屬於人際關係出席至聖 你會在朋友之間得到很好的人員 得到很好的名聲 然後你默默做那些好心的事情 都會被人家發現 然後大家對你的評價就大為升高 接下來就是 篤霖哥跟小虎哥的對決 20對40的對決 那我們先看這一個是40分 老師我們互相加油 沒關係 這個是在感情跟家庭方面 會出席至聖 就是感情上很有力量 對方家庭也支持你 然後感情上也如魚得水 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雖然說也許外面的錢財 各方面並沒有出席至聖 但家人的溫暖是十足的 好 那我們來看第四章 是觀眾朋友呢 200分 這個是20分 白囉 哪方面出席至聖呢 就是平淡一般都沒有出席出聖 很好 就維持跟上週一模一樣的狀況 沒有發生任何的事 小虎哥 你是怎樣 你在台北又買了新房子 然後本來要搬進去住 結果後來你又三心二意 現在又跑回高零住 是怎樣 因為我那個時候剛好 準備要裝潢的時候 剛好碰到鬼月 所以我跑到日本去了 所以我就沒有裝潢 然後回來之後我又覺得 好像說 碰到鬼月 不是 因為我覺得 那地方比較偏偏一點 所以我就回高零住了 是喔 是 那是有遇到 跟鬼月有關係嗎 有三心兩意 對 人家有三心兩意 對啦 好 好 是到我們也來了解 哪些所面向的人 常東想西想的 然後到最後呢 是什麼事情都做不成 這個重點是東想西想 表示它比較優柔寡斷 做事情沒有魄力 太多 結果在我們人像學的角度來看 它這種就變成做是一事無成 是 我列出人像學的四項特點 任何一項特點都算 只要你中了一項 你就是屬於我這邊所講的 常想東想西 結果一事無成的人 好 好 我們看一下 第一項是什麼 第一項叫做脖子長歪 先講一下我們的脖子 撐著我們這個頭 這個頭據說有10公斤重 10公斤左右 我們這個頸子 脖子一定要正 客家話有一句話叫 硬硬 就是硬 橫硬 要撐得住人才正 如果不是歪這樣子 是歪這樣子 這不是我所列的 不跌我這邊的 因為小時候睡都睡這樣子 睡頭歪掉了 這不是我所列的 我這就是處於左右這邊 左右這種 這樣 他們常常12點過5分 因為你看到我 12點過5分 12點 這才 這表示 12點 因為你仔細看我的頭的話 他那個表情常常是這樣子 我的頭 會 我正的時候 我的耳朵會這邊突出來一點 這邊會縮進去一點 表示我這邊頭有點歪這樣子 我們是沒有關心你這一點 我們就要關心脖子 12點過5分的狀況 這表示說因為頸子 它一定要有力 才能夠撐住這個頭 所以如果他常常歪得完 就表示他先天不良 先天不足 後天感覺收天失調 12點過5分 或者是說11點50的 55分 左右邊都一樣的問題 這種人表示說 天先天會想很多 而且想了有的沒有 幻想不務實 有些女孩子 她常常為了瀏海 都是偏一邊的 對 或者是有那種 喜歡頭髮蓋半邊臉的那種 她也會因為要弄頭髮 就一直都會歪歪的 所以她想太多了 我想說這樣 確實是這個習慣不好 這個習慣還是改一下比較好 對 久了就變習慣 好 我們看一下 下一項 下面一個是少年白髮 這少年白髮先說明一下 如果是遺傳的不算 就是說你若是30歲以前 你的頭髮已經很白很多了 那就表示什麼 你真的是想太多了 我們一個人想多頭髮會白 所以人到老了 不是掉了就是白嗎 那你年紀輕輕的就這樣子的話 表示你年紀輕輕 開始就是很老實 人家想得很成功 你想得竟然白髮白 表示你都是不成功的想 人家是成功的想對不對 老師 可是真的有那種什麼 一夜幾百人工吧 有 一夜白髮的 這是故事上是這樣子說 事實上故事上說 我們現在在現實中 我們想應該不可能 我看過 一個晚上 我們那時候也是出去工作拍照 然後陳文斌 攝影大師陳文斌先生 他就為了構思說 明天開始就全部的人都要開工 他壓力很大 然後我們一起到了 到國外去工作 就他休息第二天前 他整夜沒睡 我說你怎麼穿一件 老那麼多的感覺 他結果白頭髮會長出來 就好像他整個晚上沒睡 他一直很煩很煩 壓力很大 是啊 他拍那麼多照片 他都不會這樣 他這次去是拍誰 他把他擠成這樣 有拍我可以嗎 好 那個特殊名字 我們就不說了好不好 你一定有知悟 因為我們講一個頭髮 一個晚上會 白頭髮會這麼長出來 或者黑色變白色 這實在是不可思議 所以這特殊的我們不講 我們這一般來講 如果你年紀輕輕的就白頭髮 你應該就是屬於 符合我們這個是想東想西 結果什麼事都做不成的 好 在下面第三項